就正如媒體們寫的 我正在霸凌她 喂 我正在霸凌她 鐵青和溫真凌不和 郭書瑤喊她是救命恩人 郭書瑤和溫真凌等人 和拍《通靈少女》第二季 即將在10月6號播出 瑤瑤劇中和溫真凌對立 又被爆出在片場不和 人家他們可是生死之交 從來沒有就是體驗過 原來人在很冷的生理狀態 會出現各種沒有辦法控制的事情 就是我們有一場在湖裡面的戲 然後很不巧我們拍攝的天氣 不是太好 因為那天好像是寒流 然後我們在水下 待了滿長的時間 然後我本身水性也不太好 冷到就是過度喚醒 對我沒有辦法控制我的湖性 對然後 只是在水下的時候 我這裡都很保護 然後我們兩個人在水裡 我是剛好有一刻拍的時候 我看到我想說 咦 瑤瑤呢 然後我想說 他會在水裡吧 然後我就趕快遣他去 到處抓 抓到他 把他抓起來 我才知道說 他其實本來有默默的時間 然後我自己也嚇到了 所以我在想著 如果自己不行的話 不知道 就是自己最後的一刻 會想要說什麼 會想要做什麼 但我們兩個是抖到是 我們上去全部包好衣服 然後 都已經在很暖狀態 我們是完全沒辦法 而且是非常大的效果 到時候會放影片給大家看 對 因為 真的很累 劇組的話很貼心 他們都有準備那個 是救難的那種 鋁箔紙 就是山上登山用的那種 對然後 然後我們包起來 烤炭火 然後各種毛巾 然後 還有什麼 薑茶有 然後 薑茶 薑茶 現場還有小米酒 有人拿小米酒 因為酒比較可以讓你身體回溫 所以我們本來有想要貼那個 暖暖包 保鮮膜 在裡面但沒有用 其他可以問你幹嘛 然後你問什麼 也沒有那麼辛苦啦 也沒有那麼辛苦 很亮 是一個很沒有趣的經驗 想去描述你 我怎麼樣 不可以看人家 我很習慣啦 反正我是從 對啊 反正事實是怎麼樣 身邊的自然情緒 但我不需要去 多解釋或強調什麼 這次也幫我們宣傳了一波 也不錯啦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早點 我早點 對啊 然後現在是不是你一下子 那時候還瘦 體重沒什麼差 但是看起來是 看起來很瘦 更緊實 對 那個腰 我剛剛用那個衣服 衣服選得好 而且我把弄得好 裝滑的那樣 我媽一直用來我兩代去話 我們是要再說話 對不起 我沒有間 那位是 對不起我沒有間 對不起我沒有間 對不起 對不起 不自然